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屋外时不时响起的缠鸣更是让人心思跃动 而此时的屋内气氛却是异常的紧张 氛围深沉 平时大大咧咧的士兵此时却拘谨地站着 眼神看向前方的几位将军 我先来说几句把一位身着军装一脸正气的男子站起来 环顾四周之后清了清嗓子 素玉这个人 我和他打了许久的交道 这个人应得很 个人问题很多啊 此话一出 室内气氛骤然降到零点 小战士们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面带幽色地看着几位将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而靠着墙边坐着的男子却一脸平静 他微微汗手表示 陈元帅所言确实有理 素某人时而反思自己也发现确实 有这些问题 今后我会更加谨慎小心 多进行自我批评 眼看这场气势磅礴的批判被素将军接了下来 几位小战士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不免犯了嘀咕 这素玉将军究竟做了什么 陈毅元帅竟然会这样说他 两人关系不是很好吗 那么一向与素玉交好的陈毅为何会带头批判素玉 这背后有什么特殊原因 英雄一史聊到素玉 大家的脑海里出现的都是英勇善战的将军形象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作为拥有八一勋章以及独立自由勋章 以及解放勋章三大勋章的开国将军 素玉战功赫赫 而这些战功不仅是素玉敢闯敢拼的象征 同时也是革命烈士团结合作的象征 而素玉在革命道路中遇到的最合心意的知己 就是陈毅元帅了 在革命期间两人经常一起探讨军事问题 同时也一起学习理论知识 可以说是情同手足 在战场上二人配合默契获得数次胜利 而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就与这两位先辈有关 素玉1907年出生于湖南会同现一个农家 虽然出生普通 但是父母一直很重视对小素玉的教育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 父母尽最大的能力为素玉提供良好的教育 在父母的支持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下 1923年 素玉被成功录取为湖南省力第二师范的选送生 后于1925年成功考取该校 在校期间素玉依旧坚持学习 同时学校也给她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素玉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 逐渐认识到新兴思想对人的重要性 同年 省力二世的进步校长被害 这件事对素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是推动她迈向革命的因素之一 随着校长被害 省力二世的进步学生们坐不住了 以致采取反抗策略 为了保护学生 学校将这些进步学生秘密转移到武昌 素玉就是其中之一 她被安排到叶挺二世师教导大队 任学员班长 叶挺随后 素玉凭借着优异的表现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党员的素玉 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同时她也深知党员这个身份的意义 于是在著名的南昌起义中 她自告奋勇担任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 之后又参与湘南起义 跟随大部队到了井冈山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素玉依旧奋勇争先 在多次战争中取得胜利 同步人生与素玉 星火灿烂的战斗生涯相比 陈毅的革命道路则显得坚韧而沉稳 相比较前线杀敌 陈毅则更偏向于作战指导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 在完成学业后 选择了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留法期间 陈毅多次参与中国留法学生爱国运动 与素玉一样 陈毅很早就意识到了 思想风向的改变和先进思想的重要性 然而 由于学生运动太过热烈 法国政府无奈之下 只好将这些进步学生武装押运回国 回国后的陈毅 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 非常不满 同时也充满了担忧 虽然当时的中国 也有人正在思想觉醒 也涌现出一大批 拥护先进思想的学生和学者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基数 如此庞大的国家 这样的新活显然太过微弱 想要唤醒大部分国民的内心 还需要一个靠得住的组织团体才行 于是 回到四川的陈毅 将自己的担忧和所思所想 通过信件传达给 远在法国的蔡和森 蔡和森 蔡和森看完陈毅的来信之后 表示理解 同时蔡和森也在回信中 对陈毅所提到的 优秀的组织团体 做出了推荐 他表示如果陈毅愿意 可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 指导核心的 中国先进青年组织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奋斗目标 很符合陈毅的需求 于是同年 陈毅在蔡和森的推荐下 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而陈毅也并没有停止 自己的学习脚步 随后又赴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 脚踏实地的理论学习 造就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 后在严昌仪和肖正深的介绍下 陈毅又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毅不仅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 同时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极大的造诣 他的陈毅诗词选集中加作评出 而陈毅的文学功底也是党内一致认可的 1939年2月 周总理来到晚南京县新四军军部视察 在一次会议上 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只雄壮的军歌 听闻这个提议 项英和周总理都表示同意 但是在由谁来写词这个问题上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这时项英表示陈毅就是文学系毕业的 如果由陈毅来写这个词 既能展现出真情实感 又能体验专业的作词水平 而陈毅也欣然同意 十年的初稿就这么诞生了 稿件一共三段内容 不仅涵盖了北伐战争的过程和细节 同时也表达出了新四军抗日斗争的目标 内容非常全面 而项英在拿到初稿之后非常开心 有了这样一份合格的初稿 后期修改就很是容易了 话虽这么说 项英依旧召集了党内高学历高造诣的工作人员 对其进行改编 顺利完成了军歌的制作 看完两位的人生经历 就足以发现二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一个满腔热血的将军 与一位充满人文底蕴的元帅 能够成为至交肯定是需要一个契机的 那么这个契机又是什么呢 契机1927年10月 在南昌起义亏退的人潮中 年轻的警卫队班长 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 从此开始了一师一友的交往 同时在乱军人流中 还有朱德和林彪 四人一碰面就猜的七七八八 大家都遇到了人生的低谷 四人的问题各不相同 却都有着同样的目标 而在此过程中 陈毅和朱德发现了林彪和素玉的才能 便决定加以提点 年轻的素玉虽然有一腔热血 但是生活经验和斗争阅历不够 相比较陈毅而言多了一分莽撞 所以在革命中 陈毅经常以长者的身份对其进行指导 素玉对陈毅也是非常钦佩的 1927年10月底 大革命失败 然而早在之前 就有很多人在行军途中开小差 石器早已不复存在 于是朱德和陈毅在天心围进行整军改编 采取自己决定去留的方式 一下子又有300多名士兵和士官离队 而部队最后只剩800人 但是陈毅、朱德、素玉、林彪四人 在经过天心围改编之后 也深刻意识到了 彼此在革命道路上的重要性 陈毅和朱德正式成为了这支部队的领袖 而在经历过失败之后 陈毅也看出了 素玉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同志 军史中有据广为人知的话 陈不离素 素不离成 但是据相关人员统计 陈毅和素玉真正一起工作的时间不到三年 而且分大于何 所以这句军演的真实意思在于 赞扬陈毅与素玉的革命友谊 以及跳出革命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切情谊 而素玉的秘书居开 也在素玉的阴影下 这样解释其与陈毅元帅的关系 从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 在素玉的思想上 很明确的就是陈毅是自己的上级 十年内战是如此 八年抗战也是如此 而且在陈毅的领导下工作 他的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居开同时 居开还表示素玉眼中的陈毅 是一位拥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军事家 他不光是关心政治 同时与他们相比 陈毅还多了一份细命 经常关心下属的情绪和工作压力 亦是亦有 而对于二人的友谊 陈毅也会经常回想起 四人在乱流中相遇 然后经历天行为改编这件事 每每回想都会感叹万分 陈毅后期回忆中说道 这支部队如果没有朱德总司令 是肯定会垮的 当初的八百多名同志 最后在战事中战死 大半除了林彪和素玉之外 也没什么人了 但是这八百人 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在那段烽火岁月中 几个人并肩作战 完全称得上是生死之教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如此信任素玉的陈毅 对其进行批判 素玉又为何一声不吭呢 另类的保护 对于1958年的批素事件 早就已经证明此为错批 也就是说素玉其实并无问题 是一场误会 而这次错批的误会源头 就来自素玉 聂荣珍和彭德怀三位 说到素玉和聂荣珍 二者其实并无交集 直到建国后 素玉和聂荣珍 由于工作原因被安排到了一起 聂荣珍出任素玉的上级 二者才有了工作上的交流 素玉作为武将 思想比较直率 认为凡事问题都要向伟人汇报 要做到不隐瞒不掩盖 但是作为代总长的聂荣珍 则认为伟人每天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不需要每件事都汇报 聂荣珍于是在这样的分歧下 聂荣珍表示 素玉可以先把事情汇报给自己 然后经过批阅之后 再整理出需要伟人亲自过目的材料 上报给毛主席 素玉听闻也觉得合理 于是每次都会将整合好的报告 以轻重缓急的程度 先递交给聂荣珍 然后再往上移交 本以为这个举动 可以为毛主席省去不少麻烦 没想到毛主席 见到薄薄的一张材料之后 反而十分气愤 他认为汇报的内容实在是太少了 根本不符合当下的形式 在对比了两份材料之后 毛主席让素玉和聂荣珍都回去写检讨 误会从这里开始 一日 毛主席在看见素玉和聂荣珍的检讨之后 对素玉进行了赞赏 而对聂荣珍则给予了批评 这样的举动让聂荣珍对素玉产生了怀疑 而素玉的武将思维 也让他在自己和彭德怀的交往中 同样产生了误会 素玉以前在陈一领导下做事的时候 由于有勇有谋善于用兵 所以陈一给予其的军事自由度是很大的 而且二人经历过生死考验 彼此之间都非常信任 彭德怀虽然也非常稀才 对素玉的军事能力也给予赞赏 但是他的原则性比陈一强太多 所以每当素玉 把自己在陈一那里做事的风格展现出来的时候 彭德怀眼中的素玉就是越级的 极端自我主义的 因此 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 彭德怀和聂荣珍邀请陈一开了一个短会 聂荣珍和彭德怀将素玉在自己这里的表现 罗列给陈一看 确定素玉确实有问题 再加上之前的误会 他们觉得有必要进行批诉 而作为素玉的老上级和好友 陈一的态度非常重要 他的态度直接为此次批判定下雕子 所以陈一在思考之后 决定采取放狠话定低调的方法 看似是咬牙切齿的批判 实则是用心良苦的保护 我们下期财务的主席 我们下期负兰 词购兰 我们下期负兰 我们下期负兰